歡迎收看媽媽好神 現在大部分的家庭 一定都有網購這個舉動 是 知名的網路購物的平台 有是做過一個線上調查 就發現很多這個網購族 已經開始出現一些 因為網購永遠都買不夠 對不對 對 所以前來的爸媽 曾經出現哪些症狀 我們今天就來一起猜一猜 所以要來問大家 會不會覺得太常網購 出現什麼拍鏡頭咧 好 來看看有什麼拍鏡頭 衝動購物男生也會 男生也會 男生很容易 我被我老公笑得最大聲的意思 是喔 我也是只是想要 上網買一個洗面乳而已 而且我已經看好了 我要買A牌的洗面乳 可是當我登錄到 某個購物網站的時候 我點進去卻看到他寫 B牌 本來1599 1580吧 然後這特惠是799 就是簡直是 很便宜啊 很便宜啊 半價 而且 而且他就開始也說什麼 今日 然後直接 天啊 天啊 很便宜啊 那就買個三罐好了 就買了三罐這樣 就要結帳的時候呢 又來了 他下面要結帳的時候 他會下面有一個寫 加價購 清倉特賣 對 會不會點 會嗎 對啊 立刻就點進去 看裡面有什麼 不看還好 一看不得了 原本那個面膜啊 我們女生不是都會敷面膜嗎 原本一盒一包 大概都要 就是兩三百 然後貴一點 然後四五百塊這樣 全部 特價99 只要一千塊就可以買十盒 是不是 然後我就看 而且它很多種 它不是只有一個品牌 它就很多種 然後裡面包含就是 有我那種常常用的那種 所以我就很開心的 全部都掃脫一個 所以是有品牌的就對了 對 它就是有品牌 真的買很多耶 我跟你講 而且這個 很多耶 這個是剩下的 剩下還有十盒啊 我前面用完的 我就沒有就是拍照了 因為我剛剛有稍微瓢了一下 他買了很多的那面膜裡面 對 但是裡面有一半以上 是不好用的 那我很喜歡 是真的很普通的 我不會買 不好用的話 99也是浪費錢 不是 有的時候那個 網購的行銷策略 因為如果你今天是去現場 買店家買東西 那老闆Lolibar說說 你現在買這個的話 還可以加價購這個 還可以加價購那個 加價購你會覺得很煩 就是在網路上還不好 可是在網路上 你就不煩 你就不煩 你就會一直加 對 結果後來那天 我就一直加購物車 加到最後就是五千多塊 五千多 可是 天啊 而且我收到的時候 我收到的時候 我很開心 我把它拍照 就排排站你知道 就很喜歡IG 可是很喜歡拍照 然後上傳 然後跟大家說 我花了很便宜的錢 然後買到這些面膜 然後還有朋友就留言說 你現在是要改行 就讓直播妹當 那個賣那個面膜 所以對不對 結果可是就 你知道 就清倉特惠 就一定會有一些 對 問題 我超後來的發 我收到之後 我才注意到 它其實都是那個 枸杞很多 枸杞品 對 枸杞品 所以我變成 你看我一天只能敷兩片 我就算早晚 照三張 回去就敷三片 我三十幾盒 我根本用不完 我就知道把它 就是送給好姐妹 而且因為它是枸杞品 你送給好姐妹的時候 人家說 不好意思 因為這是枸杞品 所以你收到 好尷尬 對 真的很尷尬 感覺沒有誠意 對 所以我到現在毛起來用 我記得我大概是 三四月的時候 我毛起來用 現在還有這麼多 辛苦了 我們其實在我們的粉絲團 有讓大家做統計 是的 看看你們是不是 也有類似的症狀 然後我們有排名 前五名 然後看看我們今天這幾位 你們的網購症候群有沒有中呢 遇到優惠就失心瘋 有沒有 這個鏡頭 第一名 第一名耶 第一名 六十點八耶 會為限時限量優惠而買 你看限時就夠緊張 再限量更緊張 又優惠 又優惠 好緊張 我們剛剛在後台的時候 佩琪就說 我跟你講那七夕那個 有一個彩妝品在優惠 我們剛剛在後面下單 那他就下單三千多塊 哇 結果他就說優惠 我們在那邊下 沒有 是不是 沒有 我記得 因為我本人就是一個 很會勸敗的高手 我覺得先給大家一個 基本的觀念 其實我們用正常的 正常的所謂商業模式來看 你在實體通路跟網路通路 如果一樣的東西 如果這個品牌或廠商 它本來就有實體跟網路的 這個 對 兩邊都有在經營的話 平均啦 大概就是八折 到頂了 平均 網購是八折 對 頂多 而且它一定是有一些門檻 比如說 像可能就是 集期的問題 它可能那個期限是比較短的 又或者是說呢 可能它在網路上 它的操作模式 是會用很多組合來 吸引大家 當然我要講就是說 每個人都會喜歡網路購物 你碰到那些 吸引人的組合 那是難免的 可是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有些時候就會像剛剛 這個喬喬媽說的 因為你本來想要買的組合 只有A 可是因為它有了B組合 C組合 D組合 如果又碰到有 想要比價比較最便宜的 比來比去 比成仇之後 全部都帶回家了 對 會 女生就是彩妝保養品 永遠都不嫌少 而且你每週週末 你一定很懂啊 我超級愛買衣 尤其你遇到網購 就是很容易失心瘋 因為網購很愛推出什麼 買衣送衣 對 兩件五折 沒錯 滿千免運 就是現場 然後很多什麼優惠 現在又雙十一 又年終購物節 又九月什麼週年慶 一大堆 我跟你說二十七天 昨天晚上我明明剛洗好頭 然後兩個小孩終於睡著了 硬不去吹頭髮 因為我想說 我又毛起來一直頂 然後我想說 不然等一下就沒貨囉 就是會覺得很想要買 對啊 可是我覺得我這種 因為我都會覺得 我總有一天會用到 它就是會有 可以備用的時候 對 然後唇膏 就是只有一個嘴巴 可是要有幾百隻唇膏 才會覺得我就是一個很棒 然後但是我常常 就是因為我這樣子買 我家裡有很多 真的已經過期 連包裝 連開都沒有開的 比如說面膜 什麼眼唇卸妝 就是一大堆 所以我現在 就累積了一個更好的習慣 就是有朋友或是姐妹來我家 就會說 這個我跟你講上次超便宜的 這送你 就因為怕用不完 所以你要清家裡的庫存 然後又怕什麼 就會想說 這些其實送人也很OK 然後就有說 那麼便宜 你就是會看到這個東西 你不買會覺得很 很難過 就是會很難過 就覺得要先買下來 對 有買就是賺 對 勤儉持家 沒錯 買越多賺越賺 我跟你講 你們去菜市場買菜 那青菜一把二十五 三把五十 你會買兩把嗎 三把 就是啊 對不對 就是這樣的一個道理啊 真是的 對不對 不過還是要提醒大家 剛剛特別提到的 因為有很多的組合 很多人其實根本不是自己要用的 你很多東西裡面 它的一二三裡面 其實只有一是你要用的 二跟三都不是你要用的 所以不如這樣子 現在大家基本上都有自媒體 都有自己的臉書啦 IG啊 或者是所有的交友軟體等等 社群軟體 我覺得你不如就哪一天 先自己 先幫自己打預防針 先開城布公發一篇說 我很喜歡買東西 尤其會買組合 但常常會買到用不到的東西 如果我買到這東西 我會PO上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或者是大家一起合購 你先講嘛 大家會跟著你 follow你 你就自己莫名也變成一個 拍攤組 我覺得也是OK的 不錯啊 這個聽起來比較合理 再來還有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算你想要嘗鮮 你就先買一樣就好 就算它是三件五折 你都買一件就好 不然你三件回來 如果都不適用怎麼辦 對 你還真不知道要堆給誰了 對 而且你堆給人家的時候 明明不好用 你要怎麼樣告訴他 我覺得蠻好用的 你這個 你買嘛 送你嘛 然後到最後說 我跟你說那個配機啊 就跟他團團一樣 巧巧媽都做人家現期 那個集期 配機都做人家不好用 而且重點來囉 媽媽們 像這種你買回來團購的 千萬不能送給小姑或婆婆 知道嗎 所以不管男生跟女生 其實遇到網路公務 都非常的恐怖對不對 對 男生也會 尤其是 因為像你們都是 剛剛是彩妝品嘛 對不對 我是在 外送上面的 外送 網路公務 因為現在外送真的太方便了 你不是洗牌嗎 還是 沒有 那個是 吃的啦 喝了一些飲料 一瞎衝動耶 對啊 外送 外送 外送的話 最近還在涉獵一下 不是啦 因為我現在搬到一個地方是 然後我又懶得出門 那手機就很方便了 好 那我就發現一件事情是 我有時候想吃東西的時候 我就像我前天 就吃了一個泰國料理 然後看 我說 有那個泰式炒飯 我就點一份 然後泰國菜一定要吃 打花豬肉 對 然後就點一份好了 然後就看那個少少的 月亮蝦餅 我好像也吃得完 一定要啊 那就點個月亮蝦餅囉 那要不要喝個湯 要 要 喝個湯 然後開始吃奶茶 那點一下 不對 還要磨磨磨磨磨磨 我就先看說 不對 我沒有吃菜 我沒有吃 要健康 那就蝦醬空心菜 然後回來現在一大杯 我根本就吃不完 因為我只是想吃而已 對 因為 手機上面那個菜很小 很小 然後你在點的時候 就很餓 就會點很多 它就很小一個嘛 很快就這樣點一下 而且一架它就可以送來了 好 就點一大堆我又吃不完 然後我看到 那一餐要六塊 六百塊 我又說怎麼辦 又吃不完 然後我就在回想說 以前我住在以前的地方的時候 我要吃飯 我下樓留下什麼乾麵店 蘿蔔飯店 我再怎麼叫 緊繃就是一百多塊 對 我白菜幹嘛 一百多塊 所以我很容易犯這個錯 衝動下買了很多東西 所以各位朋友 真的訓練自己的腸胃大一點 就是可以 因為吃多一點 就不會覺得這樣 就是吃不完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大哥的衝動購物 到底有沒有 應該有吧 我以為我還不知二名的 第二名耶 衝動購物 不知不覺買一堆 有時候都是不知 真的是不知不覺 被鬼牽走耶 真的 點著...怎麼那麼多 對啊 很可怕 所以前面一二名都被站走了 乖 不知不覺買一堆 我滿有感的耶 因為說老實話 然後你知道我家 小孩都我就會一直 追蹤很多親子部落客 然後像他們這幾位啊 在座這幾位都害死我了 然後每一次一開團 然後就馬上動態跳到我面前 然後我點進去看 他們介紹的東西 真的很不錯耶 然後我就開始買... 像我前陣子我買了一套 跟團買了一套大什麼 百科全書50本 買一萬四 然後我就買 多少錢 一萬四 你知道Google 不用花什麼錢嗎 對啊 這有什麼問題 Google不就好了嗎 一個人貨啊 可能小孩要看小孩看 而且我那時候有轉念 我就想說 我五個小孩一起看這一些 加算 對 一個小孩如果買一萬四 不划算對不對 那不是你們小時候 看的那種百科全書 原來是漫畫的 真的喔 真的喔 然後想說小朋友看文字不喜歡 然後這種文字圖案 他們一定會喜歡 那他們應該可以看更久 讓小孩子安安靜坐在那邊 值得 有沒有 你也覺得會畫得值得的 然後前陣子他們就有部落客 親子部落客就說 有那兒童相機 不要讓小朋友用手機 有沒有 有的時候 小朋友拿我們手機 是為了要去拍照 他就說那就是他們有團共 那種兒童相機 你也買太多了啦 太誇張了 媽咪 首先是演藝耶 我原本來做什麼 這什麼啊 二龍相機 可是他好可愛喔 超可愛的啊 好像那個漏粽 端午節 這是漏粽 我原本就想要買給三四五寶 可是因為我在下單的時候 還想要你當媽喔 五寶媽是月入幾百萬 他每一個都不一樣耶 對 因為我原本就想買給 三四五寶 可是大二寶看到我在下單的時候 他們就說為什麼只有弟弟妹妹有 對 所以我就覺得糟糕 就是他們有不公平的感覺 所以我就又多下了兩年 對 而且他反應的速度蠻快的 對 所以的話 他說得不好 所以後面很可愛喔 然後最近夏天不是又很熱嗎 我就想到說 剛好又有一個團媽 就是J媽啦 她開了一個 電鈴 開了一個電風扇的團購 原來這節目害得你喔 花了很多錢 交了壞朋友 你真的買很多耶 你到底有多熱啦 不是 為什麼那麼熱啊 不是 因為小朋友 小朋友他們教室會熱啊 然後我就想說 不過這個 這支很好用喔 這拍戲的時候好需要 外景啊 拍戲 而且他撐的時間很久 很久 家用錢還有利用錢 都砸在小孩的東西上耶 那小孩你也生那麼多 你生到胎耶 所以你們有看到 他都要比 我比較沒有買這一類的東西 衝動生抽 都買什麼 我們如果小孩子生得多 我家的人口也多 所以我有一陣子 我就很喜歡買那個 石鍋的那個水產 對啊 對 石鍋水產 好美 那時候一開始 我那時候一開始在看的時候 他每次分量都很多 我想說這神經病 到底誰會買 那個分量那麼多 所以我就看看 看到有一些 他會買 他家人都很強 對 結果有一天老闆就說 來今天開一個小支組合 兩盤牛肉 兩盤豬肉 兩隻雞腿跟兩片血 我想說這個我適合耶 我想說OK 然後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先 那我就先標這個好了 就先買了 買了之後才知道 這是一個 五比凍的開始 或者 因為你買了嘛 要付運費 對 那因為冷凍食品 運費很貴 要兩百五 對 所以你就會想說 我既然都買了 我當然要 會合啊 對 就是要給它湊到滿 所以他就說 可能五千或者是八千 免費 我想說好 那我再看 結果就在那邊等 等它開始的時候 我就開始瘋狂的 洗版加一加 因為那個直播會吃字 對 或者它系統不到 你就沒有買到了 對 所以我就在那邊 一直加 一直加 加到它 系統有你的名字為止 好了 結果又買到了 很開心 好像差不多了 我已經免運了 結果那個箱子很大 你知道嗎 我還可以再買啊 我要把它裝滿 都已經免運了 你知道嗎 裝滿了嗎 你裝一隻烏龜在裡面放 結果我還問那個客服說 我的箱子滿了嗎 他說蔡小姐可以了 你的已經滿了 他說OK 那幫我結帳 結帳的時候已經破萬了 對 真的已經破萬了 你為什麼不打電話給大哥呢 他會搭台鐵下去找你嗎 沒有... 不用打給我 因為我跟他犯相同的錯 你也這樣嗎 我是因為直播 我有個朋友 因為他就無聊 興趣就去賣 海產的那個直播 不知道哪個愛的小手就 來 走大步一點 然後就開始放個計時器 在那邊 他還說 我就想去看說 他們平常是怎麼樣 走大步一點是什麼意思 就是叫你喊價的時候 叫你喊價 喊高一點 你們好詳盡喔 就真的是在看 對 然後我就想去看 他說他到底是平常怎麼樣 說服客人的嘛 所以他一開始直播的時候 我就點進去看 我就看他在那邊賣 好像他那一組是在賣 一塊和牛 和牛之後呢 他說你買牛 要上山要買牛 下海我們也要送你海產 他就放了一塊 一大堆那個喊貓 幹嘛在那邊 然後他就喊價 好 我沒有要買喔 我就在看著直播 看他怎麼喊 然後話數怎麼畫 好 那個好友跳出來 他發現我在看他直播 他說 好 人家 大根來啊 大根 大根 而且說大根來啊 大根一來 給你看看 大根有多大步 喊 然後他 什麼大步 不是完蛋了 被抓到了嗎 你又不能不停的喔 然後他那時候喊到七八百塊 然後他說不行... 他說我跟你講 大根你一喊 我加東西給你 好 你看看這兩隻 哪裡的蟹有沒有 他說這兩隻你喊上來 我加給你 我說好 那你不能漏氣吧 一千二 我就第一步喊到一千二 七八百 二千二 然後我就打算說一千二要挺 因為我剛剛加五百塊 應該不會有其他網友 突然這樣 我說一千二到底 他說 看到沒有 大根一千二 來 有沒有要喊 不然這樣好了 你們都不要喊 大根 來 你再喊到一千五 我這組在送你 太誇誇你的錢 誇誇我 第一買的東西 叫我喊到一千五 好 你再喊到一千五 來 這邊 泰國蝦跟送兩盒牌給你 一千五的話 整組都給你 要不要 然後我又不能說不要 他要啊 我已經喊到一千二 我說一千二 再來 我說不要... 我要趕通告 我沒辦法看了 一千二你包給我就好 我就莫名其妙 看了一個東西 拿了一大堆蛤蟆 然後和牛 泰國蝦 然後一堆蝦 我是一個不下廚的人 就去買了 可是他們真的送來 真的是一大項耶 對啊 很有成就感 他用這一招去這個 蠱惑你 其實他就用這一招去 讓其他網友去加價 對 對啊 萬一我喊一千五 突然有個網友喊兩千 那我就整個生氣 兩千五 再來 有人要喊兩千 你要安全下廚 趕快斷線啊 不行 怎麼可能 有人贏我呢 還有挺朋友啊 對不對 其實如果是食物啊 大家一次買這麼大量的話 你會因為食物有效期的問題 對 所以你就會怕它過期 然後就拚命吃 其實本來你可能吃一份就好 結果你可能吃了四五份 那當然熱量攝取過多 最後就是變胖的一個問題嘛 那其實變胖我覺得 它也算是小事 那比較不好的一點是說 如果你不小心放到過期 輕則可能你吃了 就是可能它發霉了 拉肚子 那種植的話呢 可能這裡面的一些細菌啊 或是病毒 它滋生 然後產生一些毒素 可能會有毒種的一些風險在 那另外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比如說像剛剛 大哥人講到的這個海鮮 因為曾經有一個案例是說 它本身非常喜歡吃海鮮 而且也是大量去購買了這個海鮮 然後呢 它原本有在吃綜合維他命 另外又因為人家的介紹 它吃了鹹定 那綜合維他命跟鹹定裡面 都有銅的成分 那海鮮也含有大量的銅 所以它這樣子大量吃海鮮的情況下 結果造成了銅中毒的問題 對 所以其實在食物上面 還是建議大家 盡量還是就是多樣化 攝取各種食物 不要單一吃某一個食物 那像比如說現在是夏天 夏天是芒果的產季 對 如果你大量吃芒果 又加上你可能吃了紅蘿蔔 然後吃了像是那個木瓜 這些β胡蘿蔔素 都很高的食物 對 然後你吃了連續可能兩三天 你就覺得全身皮膚怎麼都黃黃掉 對 你可能以為自己是不是黃膽 是不是肝臟生病了 對 那其實就是單一營養素 在短時間內大量攝取的結構 然後常常我就看到 就像前一陣子 我就看到那個 自然那個弄髮神器 我覺得一捲就 這盪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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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放開就一條了 就這樣挑了 然後就 你緊啊 十分鐘就可以出門了 我就馬上 我就是馬上想也不想 馬上就夠了 第二天來了 我就想說 我今天晚上要出門 然後我就晚上要開始用了 結果沒想到 我就半個小時前就那種 怎麼弄半天 半天就撿不起來 那完蛋了 我又出門怎麼辦 結果頭髮亂亂就這樣出門了 訣竅在 頭髮的那個 那一束頭髮不要太多 然後還有當然 如果你是頭髮很多的人 或者是你想要變成 大波浪頭 不可能 不可能 為什麼呢 不可能 不是 可是我在買的時候 那個人就沒有這樣跟我說 聽我說 乖 聽我說 因為 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關鍵在要一小撮 一小撮捲 所以你那種大層大波浪 然後你的手會很痠 所以我覺得那一隻好用的點 在比如說 我們做一些局部的造型 比如說像你頭髮 現在扎起來對不對 我髮尾我想要有一點彎度 你就大概四五戳 就是按四五次結束了 就像美甄姐 現在髮尾這樣子 一點點捲捲的這樣 對 這種就結束 而且它其實滿好用的 不過如果有明川老師推薦的話 那其實就很容易失心瘋 而且明川推薦 馬上相信 真的 對啊 所以這個腦波 在路跟有人推薦就像 這其實還滿像的對不對 對 來看看有沒有 你試試你喔 不住被推薦說服 三十七點七也很高耶 這個其實很容易 尤其是那種很專業的 然後自己又不懂對不對 就是又不懂 對 所以就很簡單的這樣 對 開玩笑啦 開玩笑 他今天突然到我們很冷靜 沒有 就是因為這些修圖軟體 所以要特別提醒所有的觀眾朋友 當你在看這些美妝的 不管是部落客啦 或者是廣告啊 你都要注意一件事 因為照片真的很好修 所以有些時候你看那個 很多的IG網紅 你看他們發的照片跟影片 真的就是有差 但是有些人會覺得那個差別 你可以被接受 是因為我們都已經被接受 照片修圖是OK的 我們都被接受了 或者是我們都被接受 用那些美肌軟體拍出來 好像比較漂亮 都接受了 所以相對來講 我覺得如果你要看那些 就是美妝部落客分享東西 盡量以影片為主 因為影片比較難做假 比較難 不能說完全不會 但比較難 另外一個 當然我們做功課的時候 你一定好評 負評都要看 一定各有道理嘛 我們所有的商品 你有 有人說好用 有人說不好用 一定都有道理 可是你要只要記得 不是那種無謂的謾罵就好了 那有些時候像我自己 我會先看負評是因為 我要知道負評 先找到他的症狀是什麼 他的問題是什麼 你要先辦案嘛 先辦出他的弱點是什麼 相對你再來看 他的正評的時候 你也可以看出這個正評是 對 便宜是做媽媽最重要 對 因為像我們家是三胞胎 所以所有的東西 就是要乘以三 像我們家的尿布 一定是乘以三 而且我們家三胞胎 就是又有男又有女 對 那男生跟女生抱的尿布 又不一樣 所以你還要問看看他 有沒有試用包可以用 那不然可能男生適合 女生不適合 或者是有一些什麼 紅屁屁之類的問題 所以我就這樣比 比到最後其實真的很累 比到最後就覺得說 那真的是 不知道是浪費時間還是什麼 比得很累 然後寄來的時候發現說 其實價錢也沒有 我差很多 你真的是 對 我就 因為我量多 我就直接打電話給廠商 你量太多了吧 我說麻煩幫我送 十箱尿布來 開育幼院 就是 真的 太重心了 對啊 我一次叫都是十箱 十箱叫 大概剩下庫存 剩下兩三箱的時候 我就 對啊 因為價錢其實還好 跟不會差很多 所以就這樣 這就是我說的 就比價比來比去比成仇 對啊 其實真的有比 比價比來比去比成仇 有沒有在我們的 這個調查領過出現呢 來看看有沒有 有耶 太過精打細算 對 比價 但是如果我覺得 如果 如果你不急的話 再去比價 還是會有差 對 你有沒有試過覺得 差最多的 有 很多 打六折耶 真的 六折 而且 最近啦 前兩個月 我看中了一個 G牌的戒指 我好喜歡 但我想說 算啊 我不想 我不急一時 好 我看看 去查一下 國外國內的一些網賬 看看有沒有便宜一點 這樣 你這樣比到國外市 對 因為國外電商精品 很常打桌 對 你問你外語能力搶 我們上去之後 這是什麼東西 不會啦 就看價錢而已 可是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比價 像我也真正的 有時候會去國外買 或是你 我常常什麼都要比價 我覺得比到最後 你會比出就是 我覺得是那種 購物的一個屁跟症狀 對 比如說我買機票 我也要比 買飯店我也要比 買包包我也要比 我這些東西比就算囉 因為這些東西 比較大條的嘛 我連坐車出門 坐車你現在不是 都送手機叫車嗎 我連手機叫車 我都要比 比如說我現在要出門 比過 我會看 比如說Uber 有時候他會送我 很多折價券 對 然後用車價券的時候 我就會用 有時候坐起來一個四五十塊 就覺得很便宜 對 有時候五十塊 就可以坐到特斯拉 多開心對不對 然後我才會比 就是你知道 這時候Uber便宜 那我看看 Uber這時候有點貴 不然我看一下 七折的計程車好了 我就會在那邊比來比去 本來我本來可能 十二點的約會 我十一點二十人就好了 然後我想說 還有時間來比一下 這個車子的價錢 比比 最後我就遲到 是最慢到的那個 而且最後發現 也只便宜三十塊 然後就是在那邊比來比去 然後有一次 最近是被我老公罵 因為我也連外送 我就是現在很愛叫外送 外送又有好多家 然後外送肺有時候 這一家在做活動 然後這一家又在幹嘛 它其實差大概兩三塊的價錢 可是它每一家餐點 又會不一樣價格 你知道有時候 然後那個 整個人的那個興趣跟見討 就騙起來 就會覺得說 同樣一家餐廳 我來比一下 他的打拋豬八十五 他才賣七十耶 怎麼餐點價格 同一家餐點價格不一樣 然後外送朋友 自己在那邊加來加去 弄來弄去 然後加到最後 我女兒兩口大哭 因為他肚子太多了 對啊 我就說 你到底為什麼要這麼浪費時間 你買什麼都要比成這個樣子 對 你浪費的時間比那個還要那個 我想說 好 最後還要不要不要 媽媽現在你幹嘛 很快就送來了 可是你知道 最後晚上的時候 你那個箭討會給他 的時候想說 不然我來仔細看一下 我今天到底有沒有買便宜好了 我買便宜的 便宜的五塊 但是我花了很多時間 而且最後女兒還餓到 餓在那邊就要 如果是樂趣就沒辦法 可是很多人以省錢的心態來講 我就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像我前日搬家對不對 搬到現場 然後我去帶電視 對 反正我就去買來電視 我網購 然後我同時間 我一個朋友他也要買電視 然後他就說叫我陪他去 那些3C的地方看 現場看 我說我不要 我現在都簽了 我網路上看了 我就直接訂了 我訂的時候送來之後 那工程師還會直接過來 去幫我裝好 對 我直接就要來裝好 然後他說不要 你那個很貴 我前幾天去插坤 就看多少錢 幹嘛比較便宜 而且幹嘛 我說可是我已經訂了 他說好 你訂了就訂了嗎 他就去忙他了 他就花了兩天時間 找到一個比我們大概便宜 兩千多塊 但是差不多的電視 然後去買了 過來之後 我的是訂完之後裝好了 兩千 貴兩千塊塊 可是他送來的時候 就直接裝好了 他大概在隔了我 大概三四天之後 因為他說什麼工程師 要排時間 所以他買完之後 要大概在買售後的 三天之後 他才有辦法來裝 好 裝完之後 他就說 可是他就很得意的跟我說 他賺到我兩千塊 我說我賺到你三天 而且這三天不只兩千塊 你這三天是不是沒電視看 不好意思 我這三天都有電視看 我就不會浪費MOD的錢 對我而言 與其省錢 你不如花時間去賺錢 你去花了多一天的時間 去那邊多比了 花了兩個小時 多看了電視 那我花了這兩個小時 來上一次 媽媽好誰的通告 我想得很好 真的嗎 那天我以前的女朋友 去逛夜市 她要去買衣服 她要脫銅牌的洋裝或幹嘛 這些賣599 她說我們再去下一天看 有沒有 好 給你看到499了 一定還有更深 好 再給你深一點 你看到399了好不好 兩百塊錢了好不好 差兩百塊錢 花了一個半小時 兩個小時 你終於差了兩百塊錢 好 你買個兩件好了 那你去Seven打工的時間 都超過你這兩個 省下來的錢 是 你知道嗎 你就浪費了這些時間 時間就是金錢 我一定要花這些時間 趕快買完599 回家睡覺 早點起來去工作 多賺這些錢 總兵你去 為了一些沒有必要的小事情 去省這些錢還來的重要 這樣講也對 太用哲理了 你說服我們很想買東西 對 速度要快 可是我前陣子就加入了一個 彩妝師的 跟那個造型師的二手色團 它裡面它就常常會有那種 因為彩妝師造型師 他們不是都會買很多彩妝嗎 那有很多東西是全新的 或者是他可能只用個一兩次 他就把它出清出來 真的很多東西耶 對 而且全部都是名牌的 就是什麼很厲害的 很貴很貴 你阿媽 而且都是很專業的東西 對 然後就很好買 所以我晚上的時候 沒有事情做 我就會划一下 看有沒有好看的東西 可以划 可以看 結果有一次我就看到 有一個彩妝師 他就分享說 他就說他之前在 他就說他之前在美國工作 所以他就買了一些很多 國外的限量彩妝 然後他就 就是要出清一個這個 B牌的 然後這個B牌它的那個修容是 很有名 很有名 很經典的修容 可以把我修整瓜子臉嗎 對 而且它這個在台灣 就是它一個 單個它就要1550 單個就要1550 然後它這一盒有三個 然後它就是起標價1500 我這好開心喔 而且它說它用不到超過五次 而且只有國外才有 那時候台灣是沒有的 因為這個規格 這個三個一組的 台灣沒有這個規格 對 只有週年慶才會有 對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台灣買不到 而且它原本一個1550 然後三個的話 是不是要5000塊 它用1500就起標 就很開心就標了 結果最後我就用了 2000多塊錢就標到了 我好開心喔 超開心的 然後約莫半個月之後 就週年慶了 然後台灣就開始賣了 然後全新的 那個盒子還是金的 然後賣2300 真的還假的 原來沒有白癡的午餐 然後我就 我把顏色還滿好的 可是它就是很漂亮 可是它顏色好好看 很美很美 它就很經典 可是你看欣玲姐 你覺得它看起來新嗎 就是其實我買回去 而且因為像這兩個就真的新 這個中間真的有被刷住感覺 對啊 你看二手你不覺得怪怪的嗎 你想過這個可能刷過大根的零 對啊 說不定它前一個刷的人 它的使用者是躺著給它刷的 對 沒有啦 舒服啦 所以我買了之後 我也就是當轉職頂 然後你是逛那個彩妝社團 我沒有委託 因為我都在那個其他的那些 賣一些吃的的社團裡面 就像可能去看直播 對 或者是我知道一些小農的社團 然後去看那個裡面便宜的 像我每次買都是買一些水果 然後不然就是蔬菜 要不然就是海鮮 然後我一買一定就是像那個小孩一樣 就是買一大箱 對啊 因為只有那樣子才會免運 又就是划算 然後我每次買一買 我覺得很不錯 我就會放上我粉絲團說 我覺得這一家我吃起來不錯 然後價格又便宜 但我下面的粉絲媽媽 他們就留言說 可是那是你 不是 對 他們會喊加一 因為他說 那是你家人多 你訂一大箱很便宜 可是我們去訂只能 我家只有三個人 四個人 我們訂很少 然後要付那運費 其實根本就不划算 他們就說 吳寶媽你們能幫我想想辦法 所以之後搞成 就變成我自己開團 開團就是賣菜 賣海鮮 賣雞蛋 我就是我鄰居 或者是我住同地區的粉絲朋友 他們就會 吳寶媽就私訊說 吳寶媽妳最近有要開始買雞蛋了嗎 那我要團購五盒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就是 但來到我家 然後他們就會跟我約時間 麵交一些雞蛋或是菜什麼 所以整個一個是 開團 我買到變開團 不過這個買到開團 我們來看看 有沒有這個鏡頭 好吧 沒有耶 這太少人有這個狀況 因為這種開團 你現在會覺得麻糟 那需要一個門檻的 那我們來看看 還有哪些鏡頭 第五名是什麼比較好吃 沒有我在上面還有什麼 我們來看 第五名是 拉人 拉人分享 就是不開團 但只是說分享 我覺得在網路上購物 是一個 對 就是如果說你發現 你常常會在網路上大失血 我勸你先好好整理一下 你的心思 是不是最近壓力太大 對不對 壓力大得最容易 每天壓力都很大的 所以與其本末導致 在網路上失血 但是不如好好地跟你的另外一半 或跟專家朋友們聊聊 說我最近常常會腦波很弱 我壓力在哪裡 我們要釐清一下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恢復理智 然後理智地跟我們的明川老師一樣 是 打給我幫你洗臉 我覺得明川老師上面五點 應該都有 對 看起來很理智 過來人 過來人 總之呢 不要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大家一起促進 台灣的經濟奇蹟好不好 謝謝 記得上網報 讓我們再說 週五 大家拜拜 趕快去買喔 黃醫師 有粉絲提問了 你來為他解答 就是粉絲問說 小朋友已經一歲一個月了 可是不管是吃軟飯 還是吃米飯 都直接用含 然後就吞了 根本就不咀嚼 怎麼辦 對 其實這個狀況是非常普遍的 對 因為如果是用奶瓶喝奶的小孩 他的舌頭的運動 食物往後送的這個運動能力 是比較差的 所以親胃母奶的寶寶 反而比較少這個狀況 但是瓶味的寶寶 比較會沒有訓練過 沒有關係啦 這個過程當中 漸漸他的牙齦越來越扎實 而且他的牙齒會長出來 他就知道 原來這個咀嚼是有背後的意義的 不然的話小孩牙齒等到長滿 大概也要很大段時間 其實這過程當中 吞沒有關係 那有些網友就跟我講說 可是他這樣吃東西 常常就是 吃什麼就拉什麼 那你說這個咀嚼是假動作 他果然就吞下去了 然後就拉出來了 就拉出來了 甚至他便便的次數增加 到底跟吃這個 固體食物有沒有關係 答案是有可能 我的確有碰到很多 開始吃副食品的寶寶 他便便的次數就會變多 那不見得是壞事 我們通常會觀察一下 女孩子到底屁股紅不紅 還有一天拉幾次 如果一天拉超過三次 屁股又很紅 那表示真的 你的食物要調整一下 可能你某種食物量太大 太多 你還是消化不了 但如果說 他這個拉出來 一天就一次 屁股也沒有特別的紅 那我覺得就讓他的腸外道去 適應一下 訓練一下 你不需要去調整食物的內容 那也有媽媽會說 那既然這樣 他這個都是用吞的 我是不是要把它剪得碎一點這樣子 或是敢把它打成泥啊 那我是覺得不要弄得太軟 你可以稍微剪碎一點 或稍微煮軟一點 但是把它弄成都是糊狀的 那你的孩子就真的 一路吞下去囉 因為他都永遠沒有去咀嚼 去感受那個食物 嚼勁的機會 所以適可而止啦 每個家庭的孩子狀況不一樣 我也沒有標準答案 就稍微剪幾段 或稍微壓一壓 這樣子是可以的 但不要弄得太軟 嗯 了解